我们的人体的染无系统 无明系统 先要转变 要修法转变它 这才是密宗 这才是密宗 整天只持个经持个证 这不是密宗 因为你没有真实的转变 人体内的无明系统 这个佛性人人本居 我们所有的修行的前期 要得空性明体 就是要开发自己的佛性 开发自己的如来藏 那么开发如来藏 怎么样能够开发出来呢 是要修法 修什么样的法呢 转变 记住转变 转变什么呢 人体无明系统 这是讲到你的身体躯壳 这个躯壳里的气 明点不洁净 气肮脏 它就是无明 明就是透明 先说你人体里的无明 就是气的不洁净 不透明不透亮 有染物 然后明点有染物 光有染物 魔用不用光 也用光 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宫殿 是用光修造的 是以贪嗔赤一半的 五毒之光修炼的 不是光就是一定是明空的 明空被染了 它也有黑色也有白色 我之前给大家讲黑白粒子 和明的粒子 透明的才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我们要转变 转八十乘四肢 你先要转什么 先转人体内的无明系统 人体内的无明什么无明 色受想行使 五蕴张盖了你的五脏 遮蔽了你五脏的细胞 遮蔽了你有五脏延伸出去的 眼耳鼻舌身 眼睛无非是干开窍的地方 干染了眼睛就染 人家看是个红的 你色盲非得看成个白的 所以这就是染物 所以我们的人体的染物系统 无明系统 先要转变 要修法转变它 这才是密宗 这才是密宗 整天只持个经 持个证 这不是密宗 因为你没有真实地转变 人体内的无明系统 你不可能去转变 所以只有转变了人体无明系统 才能走上一条心相续不断的明行道路 那你走的路才是光明坦途的 康庄大道 才能转始成之 你要转始成之 转八十成四至 你非得把物质转了 始无非是一个波动 物质是粒子 有什么样的粒子 就有什么上样的实 有阴的粒子 就产生阴的意识 有阳的粒子 就产生阳的意识 我们是要真实 真心真意 就要把阴阳的粒子都转成光子 就不波动了 阴阳都会波动 只有光 光子 真空透明的光子不波动 如如不动 金刚不坏 所以是转始成之 那么才能取得成就 也就是说修行的关键是什么 修体内的气脉是什么 明点 把人体内的无明系统里的东西转了 你的八十才能转四至 否则是没有机会去转的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